特朗普助人民幣反彈 人民幣終於止跌反彈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 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是6.7592 交上一個交易日調升79點 是8個交易日以來首次上升 人民幣離岸價也由上週五的6.83水平 反彈至最新的6.76水平 人民幣已經弱勢了好一段時間 最近又未見中英政府有出招推高人民幣 那為什麼人民幣會突然回升呢? 原來令人民幣貶值潮暫停的 並不是中國官員 而是最近與中國有不少爭拗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最近在Twitter上說 美國接連加息已經令美元變得越來越強 認為會削弱美國競爭優勢 損害美國的經濟 這句說話一出 外界批評特朗普不跟規矩 涉嫌向美國聯儲局施壓 破壞聯儲局的獨立性 但美元指數已經先行由一年高位回落 特朗普又批評 中國、歐盟和其他國家一直非法操縱匯率 美國財長劳欽表示 會密切關注人民幣動向 並會在10月15日財政部半年匯率操控報告中 非常仔細地評估人民幣的跌勢 究竟是否為中國帶來了不公平的優勢 以及是否存在操控的跡象 升展香港財資市場部董事總經理王梁響 也同意 美元走勢弱是人民幣反彈的主因 不過他就認為 美國聲言要嚴查中國有沒有匯率操控 其實並不會令中央政府出手 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反彈是因為跟美元轉弱 不是人民幣自己想的 是因為美國會跌 人民幣反彈 如果有任何的操控 中國說只是令人民幣走弱 這個完全不是財政部 美國財政部想證實的事情 它想證實是你操控令人民幣走弱 我想不會的 第一個原因中央會出手就是 當有一個很大的資金外流的壓力 才會出手去復 或者令到人民幣不要跌 就這麼急